我們做一題題目練習 我們做第一小題就好了好不好 第一小題 好 題目是7.6乘以10的負7 減掉4.9乘以10的負8次方 好 怎麼算 好 剛才我講過嘛對不對 就是想辦法怎樣 把負7變負8 或者是負8變負7 好 你要選哪一個呢 我覺得都可以啦 那我們選擇 呃 負8變負7好了好不好 那其他照差 所以變成是 7.6乘上10的負7 好 減掉4.9 好 注意看喔 我把負8改成10的負7 那請問你代表前面怎麼樣 你去講嘛 反正我兩個相加的也負8嘛 所以這個應該是負1 對不對 就0.1的意思 好 再乘上它 OK 這樣子的話 我就把10的負8 四方變成10的負7了 接下來呢也是一樣 請你把這個合併在一起 好 所以變成 7.6乘以10的負7 減掉 來 10的負1是多少 10的負1 應該是0.1吧 0.1乘以4.9等於 0.49 然後乘以10的負7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把10的負7 10的負7也是一樣提出來 好 剩下沒有的 把進去裡面變成多少 變成是 7.6 減掉 0.49 好 那答案多少 來 7.6減掉 0.4的負7 7.11 7.11 7.11嗎 還是7.01 還是7.11 7.11 沒有錯 然後呢 乘上 10的負7 OK 那這個對你很好 就是因為 前面反而見於1到10了 所以你不需要再做那個 更改的動作 這樣是科學記號 這樣會啦 OK 好